市長 你說 現在中國的三中全會 根本沒辦法談 也沒有辦法擬定計畫 因為有個關鍵 關鍵人物居然是川普 川普現在變成中國最大的灰心牛 他現在這個龐然大物直撲而來 他會做什麼招 他會出什麼招 你根本不知道 他現在要幫你脫鉤 他現在要跟你儲和開支 他現在要取消你的最後一國待遇 在這種狀況下 中國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沒錯 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到這個畫面是 川普出現在這個 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裡面 他這個右耳包著這個紗布 你看他出現在共和黨的這個大會裡面 也難求他已經是總統這樣 然後大家都跟著他在那邊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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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整個畫面 是相當的激動 但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這一次裡面來說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出現了 那就是川普他所宣布的 這個副總統搭檔的候選人 已經有宣布由這個 現年三十九歲的 二亥二州的參議員 范斯來擔任 那我跟他講 自然如果范斯確定是他的副總統的話 那我跟他講 中國絕對沒有好日子過了 為什麼 因為連總統副總統 都是非常的大鷹派 尤其范斯是超級大鷹派 你知道他被提名之後 他接受媒體 Bloomberg採訪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說什麼 這個 China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US 他就直接講這個 最大的威脅 他就直接講這個 所以他的最重要理念就是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所以任何人講的第一句話 是他最重視 他就直接說這樣子 那他曾經說過什麼 他曾經說過你看 美國最需要是防止 就是中國侵台這樣的狀況 然後他說一旦這個事情發生的話 美國會造成大災難 而且是大蕭條 所以他對台灣非常瞭解 因為他以前是搞創投的 所以他知道什麼AI 他又懂得所謂虛擬貨幣 所以他很瞭解台灣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說什麼 要把台灣 要把製造業帶回美國的時候 不要再依賴中國了 就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他針對 進口中國的方面來說 要讓中國增多更多的關稅 所以等於他的方向 跟川普是完全一模一樣 增高關稅 對 所以我才跟他 要全力對付中國 對 所以我才跟他說 中國接下來要真的剩下蛋 為什麼剩下蛋 我跟他講 事實上這一次的 我們都說拜登好像上台之後 對中國也是好像沒有好臉色對不對 但其實真正發動這一切的人 是川普 對 川普從什麼時候開始 你看我們記得他2017年的時候 當時不是還跟習近平很好嗎 到紫敬城 對 紫敬城 你看他訪問中國的時候 不是還非常好嗎 他這個 這個川普 拜這個所謂 習近平還打開了非常多的地方 讓川普去參訪 對 在那邊想到 他回程的時候就知道說 中國絕對不行了 我們要好好等來遏制他 所以保證人家 從他2017年離開之後 他做了第一件事 保證人家是什麼嗎 什麼 在2018年的12月的時候 他抓了一個人 那就是孟晚舟 在加拿大抓了孟晚舟 抓孟晚舟是他抓的 以前哪有一個美國總統敢這樣幹 他敢這樣做 他就抓了孟晚舟 抓華為的小公主 對 從這時候開始 對華為開始封殺 就是第一個他敢這樣做 那緊接而來的話 2019年展開什麼 對中國的關稅 全面關稅開始拉高 只有他敢這樣做 然後他後來要求什麼 萊特希澤 就是他們的貿易代表 你去跟我談一個貿易談判 當時中國投降 他說好啦 我就給你買很多東西 結果拜登上台之後 保證人家 幹嘛 中國有沒有履行這些條例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我這件事講 拜登這個川普上台第一件事 你當初答應我的事呢 你有沒有做到 你根本沒有做到 所以我就跟他講 這個所謂中國 今天揣著彈 另外一個我跟他講 拜登呢 他對中國的這個科技業的扼殺 他有一個叫做小院高強 對 小院高強 但不好意思 保證人家拜登跟這個 這個范茲他們主張什麼 他主張什麼 全面脫鉤 他們是全面脫鉤 你說錢沒錢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這個對中國壓力 是非常巨大的 另外一個就是重要的人來了 就是萊特希澤 就是當時的這個 關稅的這個貿易代表 他現在準備要回到這個 美國要可能擔任財政部部長 那他擔任財政部部長來說 他當然不會給中國好聯社 第一件事 我當初談判的這個細則 你有沒有買 你要買多少東西 你有沒有買 沒有買 那還有什麼好談的 所以你看 川普不是說嗎 他在當選的時候 會考慮到中國進口 科徵60%的關稅 他不是只有講一次 他二月四號是說 所有中國產品 科60% 那所有進口美國要科10% 然後他還說 中國的製造車量要科50% 然後中國車在墨西哥生產 要科100% 所以你就算把車子跑到了墨西哥 你在那邊洗產地 我照樣幫你科100% 所以他是對中國是又更加強硬的 所以你知道最近出現一件什麼事嗎 中國現在 你知道最近一段時間 中國輸往這個美國的 所有的貨櫃價格完全暴漲 暴漲到一個箱子 1萬多美金 這已經來到以前歷史的新高 那你知道寶傑為什麼會這樣子嗎 因為中國的進口業者 中國的出口商跟美國的進口業者知道 日子快要沒了 因為川普要來了 趕緊出貨 現在全面出貨 有多少東西就出 運多少東西 你知道運到什麼程度 運到連韓國廠商都說 我們目前只要運到美國去了 完全都沒有貨櫃 所以你就可見 中國現在趕快趁機這個時候 趕快能夠運的都運過去 未來幾年的全部都運過去 他們真的擔心說 你今天川普上任之後 中國的東西就賣不出去了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狂運 不只是這樣寶傑 連空運都一樣 他這個什麼虛運 他們都用空運運 現在等於是能運多少都運多少 因為他們知道 在今年11月大選結束之後 到明年1月之後 搞不好這些貨品 可能都要被課高關稅了 現在在中國流傳的一份文件 這份文件是在2024年 今年9月份 當時中國軍隊有一個智庫 他向誰 向軍委會提出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講說 如果川普當選 對於整個中國來講 會壓力非常大 因為他會在這個地區帶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怎樣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呢 我們都要講 現在中國跟俄羅斯 中國跟北韓中 朝 俄之間結成聯盟 結成聯盟來對抗西方世界 但沒有想到 我們知道川普跟普丁是有通話管道的 川普跟金正恩也有互通的管道 如果川普真的當選之後 他會不會化解他跟俄羅斯 化解美國跟北韓的關係 如果今天北韓跟俄羅斯 跟美國的敵意沒有那麼深的話 那可以讓什麼 讓美國豪爭以下的 專門對付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竟然就是中國最失蹤 你說現在習近平最害怕的就是 當川普當選之後 中國不但是美國最大的敵國 而且是唯一的敵國 而且事實上這是根據國際媒體的報導 說今年九月份的時候 中國軍隊的智庫呢 上交給了中共中央的軍委會 還有中央主席辦公室的時候 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是什麼 提醒我們未來中國人 可能情勢會出現變化 他說假設川普當選之後呢 中國會變成是川普的唯一敵人 唯一 他目前為止呢 這個俄羅斯或是金正恩呢 北韓都有可能會跟美國改善關係 甚至他們有可能會倒向美國 所以到時候就變成是 中國自己一個人要面對美國 這樣一個局面了 因為我們現在川普當選之後 他講我要處理兩個地方的問題 我要處理哪兩個地方的問題 我要處理中東的問題 我要處理俄乌的問題 對 現在看起來是 他上台以後搞不好 真的會逼澤倫斯基退讓 逼不但逼澤倫斯基退讓 他也會讓普丁 你也要稍稍退讓 中間找到一個折衷點 如果俄乌戰爭能夠化解的話 那西方世界或者是美國跟普丁之間的矛盾 對立衝突就會化解 當這個衝突化解的時候 這次我也看到 普丁跟金正恩兩個人 已經完全合作會了 兩個人已經完全綁在一起了 如果這個時刻 現在美國就可以豪者以下 全面地來對付中國 那你想說你自己是天方夜談吧 沒有 包括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就講 現在 北國竟然在夏威夷舉行了一場演習 這場演習叫做大國戰爭 而這個大國戰爭 懂不懂看 現在他們從裝備 從演練 從整個假想敵 竟然已經毫不掩飾的 完全是中國了 對 為什麼說我壓力那麼大 保久跟你講 事實上這到底會不會真的是 變成這樣情形 真的會 因為事實上川普跟金正恩 或是川普跟普丁 都有不錯的交情 而且他們兩個國家也希望跟美國改善關係 所以的確會改善 真的會完全不一樣之後 你覺得會改善 會 有可能會改善 那於是中國就變成是唯一第一個 這個最大輸家 你看 這個誰 布倫貝爾都說 無論是誰在美國獲勝 習近平都是最大的輸家 所以真的 只是說 這個賀錦麗當選是小輸 川普當選是大輸 對 那尤其是美國現在 連布倫貝爾都這麼巧 對 不管誰當選 習都是最大輸家 所以為什麼他們要先準備十兆人民幣 這就表示他們知道說 這事情不是普通的小條 非常大條的一個狀況 好 那麼講 美國現在其實也不演了 那最近美國在進行一個 你想要美國政府要換屆了 這美國國防部跟美國國軍 他們是沒有停止的 他們現在在設想最新的演練 這個演練來說 紐約時報 還有很多美國媒體 都去執及了這一場軍演 這場軍演的代號叫做大國戰爭 Great Power War 也就是說他這個設想是跟一個大國的作戰 好 那事實上除了美軍自己之外 他還跟一些盟國進行的這個演練 那這個演練來說的話 它是什麼樣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畫面 寶傑 你講 過去的美軍的演練 他們的一般的衣服 都不是這樣的衣服 他們過去的衣服都是類似 他們可能在中東作戰 對 沙漠戰爭 穿的都是沙漠的顏色 但是這次他們換上是什麼 他們換上是叢林泥彩的這個顏色 叢林泥彩這個顏色的時候 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跟過去美國所設想的主要目標 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事實上這一次 這個他們的演練 所以他們現在準備要打叢林戰爭了 對 那這次他們演練來說的話 有非常多特別的不一樣 他們所有東西都弄成是叢林的 這個所謂叢林泥彩的這樣一個情形 好 那這次演練來說的話 出了一些包 保證他們這個 在夏威夷演練的時候是誰啊 演練從低空跳傘 什麼叫低空跳傘呢 他們就說 在某一天的這個清晨裡面 有800多名的這個陸軍傘兵人 他們做了這個C-17的這個運輸機 然後飛到岳墨是在 這個距離地面大概是1200英尺 大概是360公尺 那很低欸 對 跳傘 那為什麼要這樣跳傘 其實這是模擬什麼 跳島作戰嘛 可能美軍未來如果假設在這個 這個所謂 這個所謂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他們需要這樣低空跳傘 那跳傘的過程裡面 所以我在小島作戰的時候 我必須要這樣的低空進行 因為他面積也非常小 我只能夠這麼低的跳空 跳傘好 結果沒想到有一個士兵 他在這個下來之後他們閃沒有打開 閃沒有打開就這樣掉到地面上 這完全都被美國媒體直擊囉 美國媒體直擊的時候就說 哇 這個非常危險 保險上 1200英尺大概是360公尺 假設你如果真的沒有開閃的話 9秒鐘就帶到地上 9秒 這個壓力是非常大 但是對閃兵來講一樣 如果你沒有在這個時間裡面 趕快打開閃的時候 保險會非常危險喔 結果他們沒想到 他們進行這樣的演練 這樣演練演練的這個過程裡面 然後後來人家就說 美國媒體就問說 那我們這個受傷的士兵怎麼樣 他就說 美國陸軍太平洋責任的 區的這個決定性動作做好準備 我們還是繼續會這樣做 雖然有人受傷 還是照樣會這樣做 所以你說 美軍這個大國戰爭的演習 它是完成的 是 它只有在1200英尺 也就是在360公尺的高度上面 就是降落 降落的時候 剛剛講到 已經有一個人閃沒有開 他就掉下來 他們怎麼形容 那個人就像一根香菸一樣 筆直的掉下來 筆直掉下來以後 趕快去救援 救援以後 那個人還清醒 可是已經動彈不得了 清醒動彈不得馬上後授 那你說 有沒有馬上停止 有沒有把這個所謂的改變 沒有 沒有停止 演習照常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演習有多麼樣的認真 這個演習有多麼樣的延峰 你都有一個人出現這樣的問題 演習照常 美軍是玩真的 他們這個演練來說 不會因為一個士兵的受傷 就停止這樣的訓練 所以他們在訓練什麼 訓練萬一有一天 在東亞出現爭奪戰的時候 他們可以快速的跳島作戰 所以從C17 事實上我們都講過 類似的這個故事 C17然後跳傘下來 就是要快速的遠征部隊基地 這樣一個概念 而且我們看 有緣時報講得非常清楚 他們這種新型的所謂的運輸的武器 運輸的車輛 等於說我連臉的塗裝都跟過去不一樣 然後我要對付誰 我要準備一場戰爭 對付中國的 對沒錯 而且他說美國陸軍已經準備要跟中國開戰 他都直接寫這麼半 這麼清楚 他說龐大而笨重的陸軍 現在進行一個轉型 在必要的時候要快速部署到亞洲 所以你看連美國陸軍都在轉變 那陸軍在轉變 他們就說什麼 這一次的設備完全不一樣 他們現在派遣了一個新的陸軍的綠色 他們也把這個塗上綠色的塗裝 對 然後這個雨林顏色的這個搬車 搬車來說可以載9個士兵 那9個士兵來說就載9個士兵 這總是專門應付整個東亞情勢的 對 這雨林使用的步兵戰車 對 步兵運兵車 對 一台步兵兵車 9個人 9個人 然後他們就可以分散到不同區域去 然後他們彼此之間用所謂通訊 這樣互相的這個連接 也就是說他們可能用訓練計劃 或用什麼樣這樣互相的這樣狀況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步兵訓練裡面來說 有這個美國軍隊的兵 趕快跟日本的兵 然後跟澳大利亞的兵 還有跟印尼的兵 他們一起在這個地方 進行一個演練的這個情形 他們當然在這邊有非常多叢林的演練 包括在叢林地形裡面來說的話 用繩子來垂降 然後到壕溝裡面的作戰 然後包括說像衝鋒的這個狀況 那甚至他們還在這個叢林裡面 這個行軍的這個情形 那甚至保證他們還做了一個動作 我們之前不是講嗎 未來的遠征軍的這個作戰裡面來說 有一個方法就是 他們要吊著 包括說榴彈炮 或是吊著海馬式 在不同的區域裡面這樣作戰 打帶跑 這麼大的榴彈炮用CH-47來運送 運送了以後 我把上把給降落放完了以後 這個射擊完以後 馬上CH-47 馬上輕魯克 又把他給載走了 所以你看這個作戰模式來說 就是我們之前在美國有講到所謂的 前進遠征基地這樣的概念 他們現在用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榴彈炮這樣子做一個訓練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他們這一次 我們之前已經講到 作戰方式已經完全不一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 美國的這個 他們的將官怎麼說 他說沒有理由用鮮血交換鮮血 我們可以用鋼鐵交換鮮血 就是你看用鋼鐵交換鮮血 我們不會跟你鮮血交換鮮血 這是過去的作戰模式 你北韓用這一套 我們不用這一套 我們用鋼鐵跟你交換鮮血 所以美國的作戰邏輯 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陸軍 欸我們講過去陸軍作戰邏輯 就是鮮血換鮮血 沒有現在不是這樣 他們怎麼做呢 他們說我們現在呢 進行了大量有非常多的無人機 然後包括說 右耳式的無人機 偵察機還有攻擊機 也就是說他們目前為止 陸軍在訓練就是 我們用了非常大量的這個無人機 去攻擊你 欸這就是我們在烏克蘭戰場 上面看到這一點 那於是 烏克蘭戰場的這個無人機 在被用到美國的空降師 他們現在也要訓練 他們現在這個 散兵那些也要訓練啦 但是作戰訓練也要訓練 他們還要訓練 你剛剛看到了一個 所謂的大國戰爭 你現在看到了101空降師 是 做的訓練 他說他們每天都在接受 俄乌戰爭裡面 所有最新的情報 然後在根據俄乌戰爭裡面 情報裡面所需要的信心戰術 對 再把它給轉換過來 對為什麼 因為101空降師是非常著名的 我們知道事實上在二戰當時的時候 是這個前進到歐洲 非常重要的部隊 他們現在也是聯合這個最新的科技 在做最新的這個置換 而且你現在看到 這個就是他們的隱形指揮所 對 於是以前的指揮所要搞得很大 要搞得很氣派 沒有 我現在是一個帳篷 我這個帳篷在沖嶺裡面 我隨便就設置 你從外面根根看不到 而且我這個指揮所 可以看到嗎 我可以的涵蓋的範圍 有這麼樣的廣泛 而且你看中間那個綠色的 如果你沒仔細看 你還以為 那就是一個綠色的 這個包裝凸起物 沒有 它就是一個指揮所 你看 它就隱形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它的這個引擎效果是非常好 那你看 你把它掀開帳篷 往裡面看 裡面是高科技 裡面有非常多電腦 各自各樣的電子設備在這個地方 而且他們說 我們很簡單 如果打完這場戰爭之後 30分鐘就可以把所有裝備 包起來之後 就移到下一個地方 而且它不是只有 保證它不是只有一個 一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指揮所在這邊 它旁邊來說 它會弄非常多電纜 電纜在這個要做什麼呢 它們可以負責 發送任何的訊號 還可以把所有的這個 所謂手機平板電腦都可以接收 然後我們這邊也可以不受干擾 所以等於是非常好的一個 前進指揮基地 它裡面有電 它不是一個帳篷 不是 帳篷旁邊布滿了各種線路 對 線路在下面 然後帳篷弄在這邊 完全你不會看到我 然後我可以用這個帳篷 來當成是一個指揮中心 這樣子指揮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他們有什麼 無人的運輸車輛 然後還有人在現場 他們講是維修無人機 馬上出了問題的話 這個維修人員就來了 它不是維修什麼通訊設備 維修無人機 所以等於是他們都用這個 無人機當成先鋒 或說無人車輛 無人的相關的武器 當成這個先鋒 所以他們才會說嘛 以鮮血換鮮血的時代 已經過去了 現在美軍是用鋼鐵換你鮮血 絕對是一個新型態 作戰的這個模式 在國際社會最大的變數就是 川普會不會當選美國總統 如果川普真的當選美國總統的話 過去四年所有的遊戲規則 要全部改變 要對歐戰爭 對於中東戰爭 對於兩岸 全部都要重新再來 我們要川普出現 講話非常非常的狂妄 他拿了一個本子 他講說 我們美國的智庫講說 如果我們美國跟中國 來對戰的話 我們勝算非常非常的低 他說那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他怎麼講 他說如果我們美國 真的跟中國發生戰爭的話 美國會把他們打得屁滾妙流 川普真的有這樣的把握嗎 美國真的報告是 如果美中真的看戰 真的可以把美國 把中國打得屁滾妙流嗎 另外就是看到習近平 習近平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 他居然跑到安徽 去看一個六指向 而這六指向 就是兩邊各讓三尺 也就是各讓三尺又何方 習近平合成成績讓過 他以前都是狹路相逢勇者勝 而現在他對於印度讓了 他現在對印度一讓 讓了九萬平方公里 他現在對澳洲讓了 澳洲現在 他之前不是打所謂的經濟戰爭嗎 經濟戰爭 中國全讓了 現在開始買澳洲的煤 買澳洲的鐵 買澳洲的紅酒 買澳洲的龍蝦 甚至連對菲律賓 菲律賓之前不是一直對他進行壓迫嗎 現在這所有的壓迫也都沒有了 甚至對於台灣 台灣不是搞了一個所謂的2024的 這個所謂聯合利益嗎 不到13個小時也就是嘎然而止 所以現在習近平到底面對什麼樣內外的壓力 讓他開始步步退讓 而更不可思議的是 他居然在中國國慶之前一個大會裡面 跟整個溫家寶 溫家寶相視而向 跟溫家寶把酒言懷 他之前把所謂的改革開放全部都趕到外面去 難道他現在又要走回頭路了嗎 好 在這一段裡面資深媒體人王毅德也加入我們的討論人員 好 說我看到這句話嚇死了耶 川普也太狂妄了吧 他講說跟中國發生戰爭 美國會打著他們 屁滾尿流 鄉兵共 鄉兵無天龍 現在無天龍來了 川普來了 最強的來啊 為什麼這樣說 川普最近真的砲打中國 他說什麼 他說為什麼要軍演 他說因為現在呢 他們現在可以軍演 要是我上台話 中國絕對不敢軍演 他連中國不敢軍演都講了 那現在最近的話就說 有人說什麼 我們這個美國有一個報告說 我們跟中國發生衝突的時候 美國會打輸 他說絕對不可能 你不該發表這樣言論 而且這不是真的 我們會打著他們屁滾尿流 講成這樣子 他講的真的相當誇張 他居然講說 如果這個報告說 美國無法取勝 是非常愚蠢 對 他甚至太說了 我之前就威脅過普丁 說你不能打烏克蘭 你打烏克蘭的時候 我會炸你莫斯科 所以他說我認為 絕對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他跟普丁講過這種事 所以他真的就是敢這樣講 那敢這樣講的話 最近國際局勢 開始出現大騷動 大變化對不對 特別是有一個人退讓 那個就是退了 習近平 習近平讓了 對 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還知道說 接下來要面對 就是這個無天龍要上來 所以你說習近平現在 退讓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我對印度 讓了九萬平方公立 我對菲律賓 我現在不再就跟你糾隔了 所謂的南海的主權 我對於澳洲 該買鐵 該買煤 該買龍蝦 該買紅酒 全讓了 因為他要建構一個新的秩序 不然按照現在的結構 川普上來之後 中國就慘了 而且川普上來之後 第一個要開到的是誰 絕對是中國嘛 好 中國不是 我們知道川普其實是有仇必報 那川普跟之前跟這個劉鶴 有簽一個這個所謂貿易協定 請問中國有做到嗎 沒有 你覺得川普會怎麼樣 他修理你 你都沒有做到 我現在上來之後 你當初當意我都沒有做到 因為他曾經講過說 他為什麼會落選 為什麼他的民調不得往上抽 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履約 好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這時候習近平要把經濟大選丟出來 因為他知道接下來是個大爛攤子啊 他現在好 那就交給這個 你們董經紀人去搞好了 所以他現在不得不退讓 就是他的路線 必須要面臨修改 否則在川普再來之後 他真的完全會完蛋 而且你想說現在整個中國 被美國包圍一下 已經是什麼 父輩受敵前後夾空 現在他必須要把這個 父輩受敵前後夾空的狀況 做一些改善 我們現在看到了習近平 退讓的第一個指標 就是對印度了 沒錯 習近平最近 對很多國家都退讓 對印度也退讓 然後對澳洲也退讓 對菲律賓也退讓 好 我們現在講印度 反正印度 中國大陸沒有在報導這件事 印度他們非常大規模的報導 是印度人的勝利啊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你看 他們兩個去柯山見面 在柯山見面的時候 就定化變 對 他們兩個已經五年沒有見面了 而且五年見面之後 事隔五年之後兩個見面 其實還蠻開心的 那你知道事實上 為什麼他們兩個會願意見面呢 就是從2020年呢 他們在這個拉達克啊 這些地方打的一塌糊塗 還有這個班公錯誤 打一塌糊塗這個地方 他們雙方一直對國界 雙方不能夠達成協議 不能達成協議 他們就說什麼 一寸都不能讓 兩邊都是這樣的態度 所以兩邊都不願意談 但為什麼他們兩個能夠見面呢 因為他們已經達成了協議了 協議是什麼呢 我們中方呢 我們撤退 我們回到過去的這個水準 中國讓了 是中國讓 為什麼這樣呢 我跟大家講 是他們兩個爭議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藏南地區 一個在這個 這個班公錯這個地方 好 這原本的這個國界在這邊 然後印度已經弄到這邊來 他們就說好啦 你印度這個實控 那就讓你們這樣實控 就讓你們弄了 另外一邊是 過去的國界是這樣 那是中國這個 過去國界是這樣 那中國已經有這一塊 現在呢 他允許印度你進去裡面 所以等於是他兩邊都退讓 兩邊都退讓之後 人家就說 你讓了大概 九萬平方公里左右土地 可是中國不是講 一點都不能少嗎 他們沒有這樣說 你看印度的外長說什麼 很高興恢復了 2020年這個狀態 那目前為止來說 雙方都可以恢復到 2020年前 邊境對峙開始局面的這個安排 那印度是說大勝 你看印度是他們狂歡 獲得大勝利 那中國是完全封鎖 中印你看中印就邊境問題 達成解決方案來說 你在微博上面 完全找不到任何的消息 而且印度他們獲得大勝之後 他們還做個報導 就報導說 他們兩個抵達克山的時候的照片 所以你說 誰勝誰敗 看兩個國家怎麼報導這條新聞 就非常清楚 中國對於中印邊界的問題 現在你連搜尋 你要問答 你所有的資料全部被封鎖 但是印度是大幅報導 印度是大幅報導獲勝 而且他們還弄一個照片說 你看我們莫迪 莫迪的大偉大的總理 你看布下這個飛機的時候 就是完全不用扶著這個飛機 不用布欄杆 那你看這個習近平 還扶著這個欄杆這樣走下來 他就說你看 我們的這個莫迪 比習近平更加強壯 這是印度的 對沒錯 還特別弄那個手布欄杆 他們還故意這樣把它focus這樣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印度顯然在這一次 中印邊界裡面來說的話 他們似乎是 他們認為我們獲得了這個 勝利的一個局面 那你想說 那到底講的是真來假的 還是真的 你看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說要這個撤退之後 你看這原本在這個地方 這是在8月的時候 開到有這個哨所對不對 然後到10月25號已經不見了 你說這個是中國哨所 對哨所已經不見了 中國哨所拆了 對沒錯 那你看這是之前在這個 10月9號的時候 那現在已經完全把它拆掉 那原本都有一些 哨所一些裝置 現在都把它拆掉 所以顯見 中國是真的把它拆了 很多很多哨所都拆了 不只拆了 還有這些畫面 這是什麼呢 這是中國解放軍下山 就是他們開始 開始陸陸續續撤 也就是說 他們真的已經撤了 那目前為止來說話 大家都不知道說 那到底中國能夠獲得什麼 所以中國現在是拔引走人 對所以顯見了 在整個中印衝突這邊來說話 真的中國是 中國是完全慘敗的一個局面 這個印度是獲得成功 另外一個媒體來說什麼 他們兩個不是都抵達這個喀山嗎 結果普丁看到這個莫迪的時候 對他是愛理不理 握個手這樣撩撩似 甚至普丁還抱了金正恩 他就是沒有跟習近平有什麼熱絡的往來 我擁抱了金正恩 我擁抱了這個莫迪 可是我跟習近平 只是行李如鷹 所以他事實上顯然 習近平目前為止 在國際上的地位 是有一點點被拉衰的一個局面 那真的還有另外一個國家是澳洲 那澳洲是什麼 澳洲這樣 這是什麼 這是澳洲政府說什麼 我們已經獲得了他們 我們跟這個中國的貿易戰 你看這個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原本開始在貿易戰的時候 中國那時候有一個 非常指標性的動作 就是進你的龍蝦 不賣龍蝦 對不賣龍蝦 結果現在中國已經說 OK我們現在開始恢復 這個從澳洲進口龍蝦 但不只進口龍蝦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 就煤礦 煤炭也是一樣 4年來他們一直進入澳洲的煤礦 結果你知道 中國也是抽雞不著18米 還真的是非常倒楣 你知道 原本他想 我沒有澳洲煤礦 我就用印尼的煤礦 我就用蒙古的煤礦 結果沒想到 蒙古的煤礦他想說 你要用我的煤礦 我就削你一頓 結果被他漲幅居然高達82% 就是說 反正你一定要用我的煤礦 你不要用澳洲 你用我的 可是蒙古跟中國不是兄弟之邦嗎 怎麼你不買澳洲的煤礦我買了以後 我就給你加加82% 當然 蒙古也想賺錢 所以他們就漲價漲了82.7% 結果中國苦不開眼 苦不開眼就沒想到 後來呢 蒙古居然有這個貪污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說 你好像有這個 跟中國貿易往來說 有這個上下其手 所以這個 蒙古所欺說 那我不賣給你了 所以後來 連蒙古也不賣給他 那怎麼辦 他就開始去外面買 從俄羅斯 印尼 南非 各地用去買 結果我覺得他們買來都是澳洲煤礦 為什麼 因為各國沒有那麼多煤礦啊 你要那麼多煤礦 你只能從澳洲 所以他們跟澳洲買 在用澳洲的煤礦賣給中國 對 而且加加賣給你 這樣 所以變成是怎樣 中國後來想一想 對啊 我幹嘛這樣做呢 所以後來就放棄 所以現在就於是呢 又要恢復澳洲煤 所以等於是 這個澳洲龍蝦啦 澳洲牛肉啦 澳洲的酒啦 還有澳洲的這個煤礦 都要全面放寬 所以在這一場貿易戰上面 澳洲大獲全勝 對 打到最後來說的話 最後低頭是 這個中國就結束四年來的禁運 好 那你想說 為什麼中國要這樣子 很簡單 因為中國目前為止的經濟 真的很糟糕 抱歉你知道 原本習近平想說 我就趁這個時候了 我大局的把我的人民幣輸出 到全世界這樣 就這樣人民幣使用量 越來越低 那目前為止 外匯存體的比例2.15 它甚至還比日元還要少 還跟澳洲澳元一樣 所以等於是沒有增加快的減少 沒有人要用人民幣 對 而且你知道 為什麼習近平那麼緊張 最近中國的這個9月份 他們剛公佈 9月份中國的這個工業利潤 這個同比下降了27.1% 簡單來說 他們工業產值賺的錢 比去年下降了27% 所以等於是中國經濟出現很大的問題 然後外資一直不斷來討 所以等於是中國現在面臨到經濟 可能處在一個崩潰的邊緣 所以習近平現在怎麼辦 我外經濟已經面臨到這樣的局面 川普要上台要對付我 那當然我這時候趕快要 先把我自己能夠調整的先調整 那怎麼樣 就是我先把權力分享出去 你說現在全世界都要看 川普的接下來 有沒有可能當美國的總統 因為他如果當美國總統 世界秩序要全部改變 而且他話越講越狂 講到中國剛剛講 習近平現在很多的退讓 看起來都跟川普有可能當選有關 他真的講如果真的美中大戰的話 美國會把中國打得屁滾料流 因為應該這樣講說 美中關係在未來20年會不會好 不會 不可能嘛 休息一下抵得陷阱 這兩個是戰略競爭關係 確定了嘛好不好 這是兩大國一定鬥的 那可是川普如果上台以後 他會改變遊戲規則 他不會用拜登的策略 拜登是所謂的要用聯盟 要交朋友 用集體主義 要搞很多組織啊一些 川普不來這一套 單邊主義 我愛怎麼幹怎麼幹 台灣我不見得 他對台灣從來沒有答應過 防衛台灣 他因為台灣要多給他錢 保護費 保護費 直接講他保險公司 他就是黑社會 我們就給他錢 這個也好 我給你錢你來保護我 對 我們疑惑兩氣 那同樣 可是這個問題是 他也要面對中國也是這個問題 他也給他中國收錢 他也是保護費 勒索中國嘛 所以中國現在的經濟非常慘 他的整個國家進入一個非常困難的情況之下 結果出現川普如果當總統的話 那是對現在中國的情況 雪上加霜啊 所以習近平必須要做改變 習近平已經改變 我覺得已經在做改變的準備 所以現在把溫家寶都還要旁邊做了 對 整個內部的壓力非常大 因為他們知道川普可能會當選 當選以後他們的日子不好過 然後包括川普他現在解決幾個大問題 第一個惡物戰爭他會不會解決掉 他非解決不可 他會解決惡物戰爭 惡物戰爭解決掉的問題也是習近平啊 一樣是習近平啊 習近平不同意不解決掉的話 惡物戰爭解決不掉啊 對 那普丁那個是已經陷在裡面了嘛 所以他已經講了說 他要一天直接解決掉 對 那會不會一天我不知道啦 但是現在我看到外媒的這個說法 明年就是2025年的春天 對 惡物戰爭會解決掉 真的假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現在已經進入冬季戰爭了 進入冬季戰爭 那個在地上下雨啦 下雪啦 對 那整個部隊的運動非常困難 沒辦法行動 沒有辦法做大規模的運動 因此這個戰爭會自然的遲緩 那遲緩這個情況之下 那川普一定會直接介入 他介入很簡單啊 他是最大的 北約的最大捐款國啊 對 他的軍隊在那邊最大啊 對不對 那他要怎麼樣維持他美國的利益 又能夠讓這個各方的人 能夠退一步 對 那其實澤文斯基沒有力量嘛 因為我們反過來看 那你看 他會逼澤文斯基退繞 澤文斯基本身一定會被逼嘛 問題是普丁也會被逼啊 我昨天看那個普丁 接受這個 在那個警官會議上 接受BBC的採訪 他的說法就很簡單啊 他說很簡單 他說我為什麼要打這個戰爭 因為你們逼我打你們啊 他說你北約東擴 讓我沒有安全感 我非打你不可 好 那這個理由如果成立的話 不東擴就好了啊 好 不東擴的話是誰不東擴 那北約東擴是誰的點子啊 美國的點子啊 中和國力嘛 一定是講簡單一點 看你俄羅蘇聯解體的話 趁你病藥理命就來了嘛 那他一搶起來之後 他就開始反擊了嘛 那普丁現在搶起來之後 當然反擊啊 可是如果這個東西達成一個 不是你想的和平和約的話 德國也沒事了嘛 法國沒事嘛 對不對 西歐國家安全了嘛 那東歐國家怎麼辦 波蘭 修羅拉利 捷克這些國家怎麼辦 捷克不是跟我們最近很友好 歡迎我們蔡英文去嗎 還跟我們台灣買很多東西 還有波羅蒂亞三小國怎麼辦 你認為 那到底那個是誰的地盤嗎 普丁的地盤 普丁認為是他的地盤嘛 對不對 那歐盟認為說 這是我歐盟的國家 我北約國家 這個東西 戰爭或許結束 可是鬥爭 鬥爭繼續長期賣移 長期保留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說波蘭現在變成歐洲 第一大軍事國 歐洲現在第一大軍事國是波蘭啊 波蘭現在不斷地爭強 他地面部隊 他的空中部隊 他的飛彈實力現在超強啊 跑去跟韓國也買軍服 在非常短時間之內已經變成了 東歐的第一大軍事國 我看可能連英國跟法國比不上他 所以這個情況 我覺得川普會面臨到各個不同的情況 而他確實他手上有籌碼 對 因為北約不打仗嘛 因為還有一個觀點我剛剛講的 普丁認為他根本不是在跟 在跟澤文斯基打仗 他在跟北約打仗 他完全是北約下來作戰 因為大家現在罵他嘛 可不可以叫朝鮮下來打仗 他說朝鮮跟他有戰略合作協議 兩個本來就要互相保護對方的嘛 對不對 就換言之上如果朝鮮被南韓打的話 那這個 他也會去打 肯定要出兵幫北朝鮮 幫北朝鮮 對 幫北朝鮮打喔 他們的鍍馬 國家鍍馬已經通過了 剩下是上議院通過的話 就完成立法了 完成立法的話 他就有正當性了 他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他說你以為我現在是在跟澤文斯基打 不是啊 我是在跟北約打嘛 所以你們早就介入了嘛 因為大家在怪他說 你怎麼去跟北朝鮮扯進來 那你們扯了更多了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在大國 世界的大國在這邊的互相的這個角力 才是真正的面貌 我們要講到最近的整個國際情勢 出現了非常微妙的變化 第一個微妙變化當然是習近平開始不斷的退讓 第一個是你怎麼會在人民大會堂上面 那個宴席 宴席旁邊居然做了李瑞環做了溫家寶 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你更不用講你對印度的9萬 9萬平方公里的退讓 你更不用講你對澳洲 你紅酒也買了 龍蝦也買了 什麼都買了 你也不去挑釁了菲律賓 更不要的是 他現在對於整個的這個俄羅斯 本來之前在俄羅斯上面 他有一點是佔老大 因為我有錢啊 我可以支助你啊 不對 俄羅斯現在根本就完全 把習近平完全降規處理 怎麼降規處理 你到了克山照理講 以習近平的規格 你應該是總理級以上 沒有我找一個地方官員來找 跟你會辯 找地方官員跟你會辯的時候 普丁跟你借辯 非常的冷淡 你碰到莫迪是擁抱 可是你碰到習近平 只有握手 所以你從這個一看出來說 現在中國跟俄羅斯之間 也出現了微妙變化 那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被人家看破手腳 看破手腳 普丁現在只有拿一個清楚的對照組嗎 北韓這個叫跟我稱兄道弟 北韓 北韓當我小老弟 但請問一下他有沒有出人 有沒有出兵 有沒有幫助我去打我這個最需要 最破竊的烏額戰爭 有人 一萬一千名也來了 軍火就算不堪用 但也來了 但換言之 我們講的 習近平在搞什麼 習近平當黃雀 從這麼到尾 只跟我出一張嘴 說我們會最大限度 MAX最大限度的人 來幫助你 所以你前面是堂牢補殘 我這個黃雀躲在後面 這個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當你看到北韓 北韓願意出兵 北韓願意出武器 北韓願意做這個所謂的後援座位 你中國咧 你中國什麼都沒做 寶德哥沒有 中國有出一張嘴 出一張嘴 他就我可以幫你 我可以提供你 我可以提供無限援助 但對於普丁而言 真正在乎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當然希望習近平能夠加入這兩戰局 為什麼 北韓擁有什麼 核武 俄羅斯擁有什麼 核武 中國擁有什麼 他也擁有核武 所以如果我們這三個核武大國 湊在一起的話 不好意思喔 美國人 西方世界國家 歐洲人經濟水平很高 寶德哥他們最怕什麼 最怕死 所以我們至少待會兒 你願意出兵 派員跟我們繳進來 當在一起 那我跟你講沒意見 但不是啊 這個金磚是一個最好的場合 為什麼 因為金磚 我們講普丁最希望的 就是說透過我去打烏俄戰爭 這一場戰爭 來驗證我自己拳頭下出老大 我自己當老大嘛 但你今天不是 你就希望說我去幫你打 然後讓美國呢被我制衡 然後導致說沒有時間去管理中國 然後你自己在那邊坐享漁翁之力 然後出一張嘴 所以為什麼他會這麼冷淡 以前是我們講的抱著緊緊的喔 結果現在變了什麼 變六指向了 我這邊退三指 你這邊退三指 相敬如兵 所以這個是之前跟習近平 當時剛好俄乌戰爭剛剛打起來 俄乌戰爭打起來 我需要習近平的幫忙 習近平也講說 我們兩個人要攜手走很長遠的路 這個時候互相擁抱 可是當北韓進來了 而且這個俄乌戰爭看起來 因為普丁 因為川普可能當選 也要告一段落 而你就看到普丁 跟這個所謂的習近平 態度就不一樣了 總共有兩個對照 第一個是莫迪 他直接跟莫迪大動作有報 跟你講說這才是我正常的規格 而跟你習近平 我們兩個現在相敬如兵 那另外一個對照 就我們講的北韓 北韓論實力 他只是中國的小老弟 但是北韓做得到的事情 為什麼你中國 截至目前為止你做不到 因為這是我們講 普丁現在最迫切的一個需要要求嘛 所以你仔細看下來 我跟你講過去習近平講說什麼 我們現在世界的局勢呢 有大變局 然後國際情勢錯綜複雜 寶德哥這一句話 你覺得他到底在講什麼 事實上他這一句話是在暗諷 我們講普丁耶 他的意思是說 烏二戰爭打到現在這個程度 雙邊戰況一片膠著 然後呢 你不斷的持續比我出兵 所以他們真的解讀這件事情 解讀什麼 這些我最害怕的就是 未來如果會變成另外一種新冷戰 那怎麼辦 所以現在是 普丁一直希望說 你趕快 你我們講習近平 了入這個局 然後習近平是怎麼樣 最好不要 我最好是往後退一步 你仔細看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說變成 所謂的新冷戰都要你想想看 習近平在這邊 那這個是誰 就我們講的金正恩 這我們講的誰 普丁 那三邊這個狀況 寶德哥如果真的湊神 你知道這是誰的想像嗎 誰的最理想狀況嗎 這普丁要的嘛 普丁希望說 我們三個聊奏會嘛 那結果說我們講的 另外對面是誰 當然就是美日韓嘛 但你主寶德哥 你想想看喔 現在我們是不是一直想說 習近平一直在退 一直在退 那退的意思是什麼 退的意思不就是 但是他要跟美日韓這邊 希望我們這邊 雙邊的拉鋸 跟雙邊的對抗 不要那麼強烈嗎 所以跟印度這邊 因為我自己光內部 我內部經濟的問題 我就有大麻煩 我跟我這邊外界 我降低這個衝突 跟美國我也希望降低衝突 但這時候 如果你普丁 要我跳向這個聲音去 跟你一起加入這個邪惡軸心 豈不是自我與萬劫不復 不是 你說去觀察習近平的整個態勢 或者他整個地位 從這個鄰近國家 或者對他友善的國家裡面 這些領導人的反應 非常能夠反映出來 第一個就是 你看到普丁 居然對他不冷不熱 我都擁抱了莫迪 可是我對你 只有這個所謂的握手 還有今天中國跑去越南 接受的規格也都不一樣 所以現在習近平 他在整個中國的地位 是出現了我們不知道的 微妙變化 我們不是只光看說 他對在跟普丁 或是他在越南而已 你要看他的國內的表現 譬如說最近 胡春華有一次 他以前當中 內蒙的總 內蒙的書記 就他回到內蒙去 照講他是個 離開的人回去的話 對 媒體不能報導 胡春華 結果胡春華 居然有人歡迎 有地方電視台報導 然後央視有報導 這個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對 結果這個不應該的 然後第二點來講 比如說中央有政策 他們大陸中央政策出來 現在就是股票 就股票 那有一些人 就有一個很有名的學者 就提出很多意見 如果說你這個就是 有很多缺失等等 這是妄議中央 對 以前這個東西登不出來 當然 現在通通登出來了 所以我在講說 林林總總 你要說很多小事情 去發現說 以前 因為你只能從他的媒體來看他 對 他的媒體有些不正常的東西 比如說以前講說 習近平思想 對 軍方講習近平思想 他們現在講 他們現在講 變成說現代化思想 沒有習近平了 拿掉 偶爾會拿掉 會穿插 所以軍方的人事 看起來也 有一些出席的方式 對 也還不太一樣 因為特別是習近平帶著張宥霞去看了飛彈部隊 結果標題居然是習近平跟張宥霞 以前根本沒有張宥霞露臉的份 不 張宥霞是習近平非常重要的夥伴 他們兩個副職輩 就他們跟他兩個父親都是好朋友 所以以前他們是山西方的陝西人 以前都從小都住在一起 陝西人 陝西人都住在一起的 那這個軍方的反腐的軍權的掌控 就是張宥霞一路幫他打出來的江山 但是最近出事情是哪個單位 是火箭軍 那火箭軍是誰的 張宥霞的 張宥霞本身他是當過總裝部的部長 一路上就是要弄 所以他把那個在辦火箭軍貪腐的時候 就倒逼七年 那七年就是張宥霞卸任以後 那時候連張宥霞位置都有可能不穩 那現在怎麼反過來 張宥霞主辦 在開會的時候 看習近平不見了 重要的一兩次最近的會議 因為我剛剛講得太細 太細大家聽不懂 有非常重要的全軍會議 那照理講 張宥霞主持 那習近平跑去哪裡了 習近平跑去廈門 東山島 去東山島 而且完全不談軍方的事情 這個是非常非常反常的一個現象 也就是說軍權旁落 那個苗頭已經被看到 那習近平的態度 現在開始也比過去緩和很多 因為他確實 他的挑戰非常的大 那我覺得內部已經有非常 因為他幾個大的錯誤已經造成了 第一個停俄羅斯嘛 停俄羅斯停到無上限了 對不對 絕不封頂嘛 現在封頂了沒有 封了 非常投機嘛 所以為什麼今天你看到普京對他那麼難看 對 因為很簡單嘛 你玩假的 就是你在落井下石嘛 因為可是習近平也 當時就是你想 你自己約他了嘛 你要揪他說我們一起來完成這個 改變這個世界的夢 不是講了嗎對不對 這個世界 我們攜手同行 攜手同行 攜手同行是習近平的邀請嘛 最後你繞跑嘛 對 我們碰到百年難得的大變局 我們要攜手同行 對啊 讓大家很感動啊 對不對 感動之後結果你現在落跑 因為你要去賺西方的錢嘛 他的經濟的來源 是來自於跟西方的合作 那你又要提供資源去幫他去跟你的客戶打架 這他做不到嘛 所以他也怕被封殺 但問題是在聯盟上來講的話 因為我要講一個概念 俄羅斯從頭到尾就瞧不起中國共產黨 因為他一直認為中國共產黨 從一開始就是他的尾巴黨 對 就是他的東方支部嘛 對不對 而且所有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從創辦人到領導人 都一定要去過俄羅斯 去過莫斯科去受訓啊去交心啊 那大部分人 包括習近平的父親在內 都有黑資料在他們手上 所以到底誰是老大 當然俄羅斯是老大 所以俄羅斯人根本瞧不起中國的領導人 他認為他是老大 他到今天為止 雖然他國力比你小 可是他認為你看他敢打 他敢去逞強 他敢去搶世界的領導地位 他根本不怕啊 他哪裡又怕啊 他也是一樣選舉制度啊 制度改革他也不怕你啊 制度俄羅斯人的票漢的民族性 跟這個國家 這兩個國家之間的 看起來是規模的大小 在決定性 其實不是 是領導人的意志力 來決定這個國家的前途 我們剛才講 現在全世界都在比戲一帶 川普真的有可能當選王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前一段時間 明明他的賭牌 明明他的民調都已經領先了賀錦麗 為什麼在最後的兩三天出現了變化呢 因為川普的民調本來在跟拜登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懸念 就是川普會贏 那包括你看538 你看美國的這些 不管CNN做的民調 或者是這些大學做的民調 其實川普都是很穩定的領先拜登 穩定領先 但是拜登退選之後呢 當時賀錦麗就整個出現黃金交叉 大概在今年的7月23號左右 但這個黃金交叉呢 又隨著賀錦麗是空心菜 辯論員講不出東西 CNN專訪呢 也講不出什麼話 然後呢又產生一個反 麻花捲又反的黃金交叉 那到最近呢 大家以為說川普應該不 明定啦 你都賭牌都到六成了耶 對 但是這個賭牌其實也在縮小當中 也在縮小 而且這個賭牌有傳出說 其實共和黨方是有共和黨金屬去買 後來賀錦麗其實他的總募款的 這個現金是比川普的多 他趕快也加買 也去買 對 所以現在其實差大概5%左右的這個賭牌 所以賭牌也不準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麻花捲的情況 就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押川普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很多朋友本來是買川普 事實上他們現在就這個包牌 連賀錦他也去買了這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賭牌的情況 很好奇 是因為我們台灣選舉那麼久了 我們在基本上 我們是相信民調的 那現在這個封關民調 包括現在很多的網路的 所謂的網路專門網站的民調 兩個人到底狀況如何呢 現在兩個人狀況就是說 因為主要是在搖擺州 因為我們知道美國的選舉是看搖擺州 他跟台灣普選票不一樣 那我剛剛講這個538 像賭州現在差不到1% 賭州差不到1% 對 Wisconsin 那賀錦麗贏2% 那像內華達州是even 是完全是一樣的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你看支持度其實是完全不準 所以現在我講就是說 現在主要看的是你的動員 那兩邊呢 反正你賀錦麗的人 怎麼樣也不會去投川普 不過今年有一個 剛剛士通有提到 女性很多的媽媽 因為對川普對女性的言論 包括這個 這個墮胎的這樣的一個爭議 他們支持賀錦麗 那這一塊有可能就會在 壓倒駱駝就變成最後一根道場 因為當兩邊都 勢均立體的時候 這就一個可能的情況 所以你說以前這種女性的力量 或者女性的這種表態 沒有這一次來的這麼明顯 而且尖銳 而且我們在台灣很難理解 墮胎在美國居然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話題 是沒有錯 我跟大家講一下 墮胎有多嚴重 在美國都有發生過 就是這個墮胎的醫生 站在職業的過程當中 有那種自殺炸彈客 自己綁炸彈開著皮卡 然後撞進這個診所 把孕婦把醫生 把自己都炸死掉了 其實太誇張了吧 那甚至還有那些 墮胎的醫生呢 在勘詐師 甚至人家去射他的手 把他射斷 射斷之後 再過了幾年之後 又把整個射死掉 所以其實墮胎的議題 在美國是一個文化戰爭 是非常非常爭議性的 那台灣人很難想像說 因為這個Rovie Way 就是我們講 這個兩年前 2022年被推翻掉 的這個判決 讓很多的女性 是非常非常生氣 所以這一次的選舉 其實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女性的墮胎這個議題 讓很多這個 支持賀錦麗的潛在的 可能過去是投給共和黨的 出來了 那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 這個垃圾島 因為川普其實有提到 這個垃圾島 在他的那個 這個紐約的這個聚會裡面 他有提到垃圾島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 也讓很多的這個 波多黎各一的人 非常不滿 那光是在賓州這搖擺州 這個波多黎各一的選民 就50萬人 所以川普必須馬上切割 那又加上 民主黨有犯了一些錯 所以基本上 就有點是兩邊 都犯了一些錯 那是不是最後 這個會導致川普落選 這也是有可能的 就哪怕是一點點 有些是賀錦麗 居然發出這個所謂的 這個便利貼的這個運動 貼在廁所裡面 他說你的先生 跟你的男朋友 不用知道 你投給賀錦麗 我們去救救女人吧 這個東西真的現在 在美國可以發生效力 這個很好笑 因為在約克 在賓州約克 我有朋友 現在在那邊 這個獅子賀錦麗 然後沿街在 敲門然後請你獅子賀錦麗 然後他們有個APP 什麼APP呢 就是這個先生不在廚房APP 什麼叫先生不在廚房 就是這個APP 對 剛剛施商友稍微提到 因為我們知道 美國的那個房子 大概一進去之後 廚房很快看得到 那如果先生在廚房切東西 或是幹嘛 這個擦桌子 那老婆 就有應門 發現是賀錦麗的來之後 他就說小聲一點 因為我先生這個在廚房 他是支持川普人 我是支持賀錦麗的 所以他們那個APP 賀錦麗的APP 細緻到什麼 細緻到說 他可以告訴你 他的先生什麼時候不在廚房 甚至不在家 不在家你趕快去敲門 趕快去說服他 那是賓州的約克 這個郡 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而且你想說 現在為什麼後來 感覺上賀錦麗的聲勢 直接的上來 我們知道我們在臺灣 有一個叫客廳會 原來賀錦麗也搞客廳會 那客廳會搞的時候 真的有很多婆婆媽媽 中年婦女都跑出來了 對 賀錦麗基本上 他其實是有口才 而且他對於內政 包括對這種犯罪 很多人說他0元購 在家都950塊以下 這些黑人打雜燒 他是不用這個 受到這個刑事的起訴 所以對賀錦麗來講 他對內政他非常熟人 那賀錦麗最主要相對於 川普比較弱的是 第一個是外交 第二個是經濟政策 他真的是比較弱 那因為其實這兩個來講 他都算小白 因為他只當了這個 一屆的這個參議員 這個一任這樣大概 沒有幾年的時間 然後之前又當檢察總長 所以他其實在這個 國政的處理上 是比較單純 但是賀錦麗本身 他其實你看看 他笑起來是很燦爛的 而且他口才也非常非常好 然後呢 他能夠在表達事情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一個 希拉蕊跟柯林頓 跟歐巴馬沒有的幽默感 大家回想一下 有一場辯論是 賀錦麗跟川普兩個 在對陣的時候 賀錦麗就看看 川普說你怎麼那麼偏激 笑得很燦爛 那光是那個東西 就讓整個 川普的身勢就下降 所以那一場認為 賀錦麗贏的是六成 川普是三成 所以這一場選舉 為什麼那麼難 因為一邊呢其實是一個空心菜 但是是有魅力的空心菜 可是另外一邊呢 是食了呢 可是是有點邪惡的食了 邪惡的食 所以你兩邊你到底是 哪一塊的人 其實就可以講美國 就是兩種人嘛 一種是所謂的 美國夢的自由主義的 可是另外一邊呢 就是比較現實主義的 比較保護美國自己的 比較白人為中心 這兩邊的力量 到底誰會勝出 最後是很關鍵的 所以你剛才特別提到 原來我七個搖擺之後 七個搖擺之後 我現在看的民調 誤差都在一個百分之內 我當然就很難判斷 但是你說你特別 取了這個人 這個是美國大選 美國大選的歷史教授 李奇拜 你說他是神預言 他預言了這個所有 只錯過一次 只有在高爾那一次錯掉 這一次他怎麼判斷呢 過去十次選舉 一次四年 四十年 他都猜對 十次只有不中一次 但是那一次其實他也中 為什麼 那一次2000年他猜高爾會贏 高爾是輸 但是他普選票是贏 其實他十次全中 他十次全中 他今年就猜賀錦麗 很多人一樣攻擊他 那他有很多的指標 他有十三項指標 我們就不要贅述 但是他提說 今年主要呢 是因為賀錦麗的民主黨 很團結挺他 第一個 第二個呢 賀錦麗本身遇到的是一個 社會強大的動亂 在他指標裡面強大的動亂 就會有利於執政黨 提出的候選人 當然這個並不代表說 我們個人支持川普 賀錦麗 但是實際上就是這個情況 但是其實說出來 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看看好度的話 川普還是略勝 大概兩到三個百分點 川普還是略勝 看好度 看好度 但支持度來講 真的就很難講 所以略勝 在一個禮拜之前 根本沒有想到 賀錦麗可以起起之追 而且剛剛講的 很多的力量在這次裡面 隱而不顯的都跑出來了 華澤哥開戰了 開戰了 男女大戰 愛跟仇恨 還有包容 這其實真的 你知道過這兩天 因為我本來都心心想說 怎麼可能賀錦麗 美國還沒有準備好 要接受第一個女總統 所以到上個禮拜 我跟人家打賭 我都說一定是川普 連看都不用看 後來發現不對勁 反正不對勁 我真正發現不對勁的原因 是因為在今天早上 我特別看了選前之夜 最後一個晚上 川普氣急敗壞 有氣急敗壞 他真的氣急敗壞 他甚至演講演講 然後一敗麥克風壞掉 他就很生氣 你知道嗎 然後從頭到尾 就是那個賀錦麗 笑咪咪 然後賀錦麗的那種感覺 是讓你覺得很穩 他還告訴一件事情 說什麼 就是現在的刺頭 是在我們這邊的 對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他很自信 而且這一場 最後選前之夜之後 他還有那個誰 Lady Gaga 幫他唱歌 這很感人 然後他唱了歌 唱完歌之後 賀錦麗 Lady Gaga講得也很好 可是美國演藝界 本來就是市民主黨的 對 但是問題是在於 我覺得他有掐到一個點 主要就是 女性的墮胎權 因為像那個Lady Gaga她就講 她就說 過去一直以來 我們女人都在家裡面 孩子是我們照顧的 家是我們養的 我們協助男人做決策 明天我們要站出去 為自己做決策 我怎麼樣為你自己做決策 美國這次男女戰 有這麼嚴重 我跟你講嚴重到什麼地步 其中有一個 他就是一個 也是類似那種 剛剛提到那個APP 還有去發一些小傳單的人 你知道他為什麼要去發 他也真的太無聊了吧 而且這個APP你在台灣 還不能下載 這個APP還只有在美國 可以下載 而且這個APP真的是 他完全是你 賀錦麗 我根本覺得 那是賀錦麗的 白連教的秘密組織 我跟你講他講得多好笑 你知道嗎 他就是有一個APP 你下載來之後 然後你老公出門 你就趕快按 然後就會有人去敲你門 因為你的顯示 他就知道你老公沒在那裡 我現在就跟你說 你要怎麼投票 然後另外一個人 他成立了一個叫什麼 首次投票的一個平台 然後他就說 你們有什麼問題 就盡量問我 然後就有一個人問 他為什麼他說 我老公跟我說 他都知道我投給誰 然後他就說不可能 因為你們一樣 就在牧連後 他就告訴你說不可能 然後他就還還分析 你看他還拍照 他說你看 你是在牧連裡面投票的 所以你老公 絕對不會知道 你投給誰的 所以你要兩個 就看一眼就說 就投給賀錦麗 那就不要讓老公知道 然後他就拍了這個影片 然後上傳你知道 等一下美國女人投票 會受到老公影響 超級 真的假的 而且我跟你說 他拍這個影片 等一下 小老師 美國女人投票 我覺得美國女人很兇 美國女人投票 會影響他的先生 我跟你講一個 台灣的女性 冠夫性的都不多 不多 還有時候還負性 我跟你講百分之九十的 美國女孩子 嫁老公之後 性整個是拿掉的 像我的指導教授 他叫做Elecidysmol 他Dysmol是他先生的性 也不是他的性 對 所以其實像希拉蕊也是 希拉蕊克林頓 克林頓是他先生的性 所以女孩子的 美國女性的女權 其實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光是美國女性 在國會裡面的性別比例 都不如台灣 台灣這一點真的值得驕傲 所以台灣的女人 比美國兇 而且我跟你說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這一次在選舉的時候 本來你想年輕女性 出來投賀錦麗很正常 那可能有一些 就是那種同志 投賀錦麗很正常 結果現在有一個族群 竟然也出來投賀錦麗 林頓嘛 就是那個老奶奶 就是說 那個老奶奶以前 可能不太投票你知道嗎 就是說 我們阿姨去投賀錦麗 或者是說 就我老公叫我去投誰就投誰啊 投川普就投川普啊 那這一次 為什麼他們會站出來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說 這個墮胎這件事情 因為包括像那個印第安州 他們已經開始就限制 就是說你如果怎麼樣 你就不能隨便 你就不能墮胎 它會造成一些問題 比如說有一個媽媽 她生出來的小孩子 就是那個腦下垂體 有一些問題 所以她小孩子 是有點兩個性別的 所以她這個一定要動手術 以及她一定要打那個 荷爾蒙的相關的製劑 你才能讓這個小孩子慢慢 選擇是變成男生或變成女生 結果因為這個法律 讓她沒有辦法接受這個治療 所以這個媽媽整個都給她公開啊 心裡想說我小孩子生病 你怎麼可以有個法律 禁止我的小孩接受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們現在會認為說 你這個法律通過之後 女人對自己的身體的自主權 竟然被剝奪了 他們就會覺得說 以前你講天下大事 我不跟你吵 你講說什麼國家未來 我不跟你吵 你想說經濟發展 我不要跟你搞 但是我的身體 你也要管 所以這個東西導致那些 他們都開玩笑說 什麼林州罵這個族群 就站出來 為了她的孫女而投票 好所以瑞德 剛剛講的這次的選舉 大概是美國人 最緊張的一次 因為雙方都有那種不能輸的壓力 而且川普的支持真的太激烈了 剛剛看到的畫面 國民兵居然出動了 然後你看到了華府 居然鐵絲網 居然木板 全部都盯上了 老金你知道華盛頓 全部國民兵都站到街頭了 華盛頓特區 你知道現在 總共有多少國民兵在保護嗎 多少個 25000人 這麼多 還有附近的 大概路障 已經設了路障 然後包括很多的 這個等於說 附近的商家都開始訂木板 把窗戶什麼東西全部都訂了 大家這幾天都不要營業 都不要營業 避免發生什麼 避免發生2021年那時候 因為川普的川粉 不滿選舉的結果 不是衝進去國會山莊嗎 那一次衝進國會山莊 非常的慘 為什麼呢 因為包括警察 包括執法人員 為了要讓衝進來的支持者 兩邊對決 那有人要翻牆 要過去議員那個地方的話 開槍打死了一個女性的 這個等於說民眾 最後造成五個人死亡 所以那次慘痛的經驗 讓大家余計猶存 所以這次 這次要命的是什麼 這次要命的是 票都還沒有投 川粉都已經跟你講 如果這次輸了 就是民主黨做票 所以民主黨做票 就一定暴動 所以現在 所以只要川普說 他們不認帳的 你知道現在 美國不是總共有50個州嗎 美國總共有50個州 現在已經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州長 已經請求國民兵 直接出動去支援了 所以現在在美國 那是風聲鶴唳 比我們想像中的可怕得多 我們這邊 投票就投票 開票就開票 頂多開票 是特定的地方 特定的投開票所 有可能人家去包圍 有可能人家開車 去撞什麼反應 沒有 美國現在的氛圍 國民兵直接嚴陣以待 而且你會覺得很奇怪說 國民兵 我們的印象中 我們的國民兵在台灣 國民兵不就一般那個等於說 後備軍人 後備軍人這樣 沒有 美國國民兵 寶傑你知道美國國民兵的戰力 是世界第幾嗎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如果因為他不能有這個戰艦 所以呢 不屬於戰艦把它弄掉的話 他的國民兵的陸軍有33萬 然後呢 他的空軍有十幾萬 他的兵力全部加起來 沒有意外的話 戰力應該排行世界第四名 美國國民兵 你說美國國民兵 不歸國民兵 因為我們有兩個聯兵旅 那麼直接送到美國去 然後接受國民兵的訓練 那時候就有很多的那個 等於說年輕人 在網路上說 台灣的軍人 為什麼 聯兵旅去送給國民兵 國民兵不是後備軍人嗎 你錯了 他們美國國民兵 對不對 他們戰力之強強大什麼 F-22猛禽他們有 F-35他們有 V-52轟炸機他們有 V-2隱形戰等於相關的轟炸機他們有 空中加油機他們有 那麼空中的預警機他們有 他們什麼都有啊 全世界最大的F-16的機隊 竟然是美國國民兵啊 你知道嗎 所以美國國民兵 你不要以為這好像美國國民兵 聽起來很噓 沒有 美國國民兵的戰力是世界第四大 非常的強啊 連阿富汗的戰場 伊拉克的戰場 都派國民兵出去 以前是不可以出去的 因為後來因為越戰 越戰那麼 所以後來越戰並不夠 連國民兵後來修改了法令 連他們都可以過去 而且連美國有兩 至少有兩個總統 一個是小布希是國民兵 這個等於空軍警衛隊出身的 杜魯門是陸軍空軍 那個陸軍警衛隊 就是國民兵出身的 所以呢 現在整個國民兵佈滿 我的好朋友 我的這個人 我太太的那個同學啊 他們住在這個加州 加州不是民主黨的大本營嗎 那都在民主黨都在打電話 加州他們認為民主黨一定贏 那所以他的選舉人票一定是民主黨 但是大家還是想盡辦法出去 能夠去拉票的啦 打電話了都在這個加州啊 可問題是現在連加州都風聲各立 加州都很怕暴動啊 順帶一提 當年洛杉磯暴動 最後就是出動國民兵 把整個暴動全部壓制了 因為根據美國憲法規定 美軍不可以在這個等於說 他們各地的這個各州的這個議會 沒有同意的情況下 進入美國本土裡面作戰 所以美國國內的所有的自然跟暴動啊 這些東西全靠國民兵 所以這一次全美國三分之一州 全部都有國民兵在保護 你就知道風聲合力有多可怕了 好 剛剛講的 現在美國總統大選這一次裡面 誰最開心 習近平最開心 因為習近平剛剛講的 已經準備十兆人民幣 準備贏 而且這還是第一步 而且剛剛講到的 現在不管是賀錦麗或者是川普當選 在貿易戰上面 更可怕的是一定在科技上面 真的完全切割中國了 沒錯 目前中國來說的話 當然他們是希望賀錦麗當選的機會 大一點點 因為為什麼 因為賀錦麗當選的話 延續拜登的政策 但是他也會繼續對中國封鎖 但是川普如果當選的時候 搞不好是全砍啊 他拿了一把大鐮刀全部砍掉 所以事實上對中國來講的話 他當然會非常擔心 因為無論是誰當選 目前為止 是美商已經自己發現到了 你看美國做什麼呢 美國說 美國的晶片設備業者來說 要把中國移出供應鏈的這個名單 也就是說 事實上美國有非常多公司 包括柯林 柯磊 還有應用材料等等 他們都有到中國去投資 那中國投資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未來要把供應鏈裡面 你供應鏈裡面 只要有一個東西 那麼大的這個機台 你只要有一個東西是中國製的 你要把它拿掉 否則的話 我們這些產品 我們可能就不能夠使用 所以現在不是柯林 柯磊 硬財你的東西不能賣到中國 甚至說 我建構這個供應鏈 這個供應鏈裡面 有中國生產的 也要全部拿掉 所以真的兼幣親眼到這種程度 連一個供應鏈裡面的一個東西 都不能夠由中國製 那你知道 事實上他們到中國都有投資非常多 那未來怎麼辦 未來之後搬出去 所以導播看 這個就是硬財 對 硬財在中國剛剛講的 東南半壁這個地方 甚至在遼寧這個地方 都有工廠 對 現在要全部拿掉 硬財目前為止來說 在中國有1600個員工 然後有70個客戶以上 然後他們有研發這些中心 本來硬財裡面很多材料 用中國製一點也不意外 結果目前為止要全部拔掉 你知道美國今天業者來說 他們的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都自己知道 我先這樣做 美國政府沒有要求 但是他們業者自己就這樣做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說 遲早這次會來的一個狀況 所以美國也這樣做 那中國最近呢 他們最近在弄錢嘛 不是說搬這個石兆人民幣嗎 他們最近還做另外一件事 這是這個financial time說的 他說什麼呢 最近呢 中國的這個富人 或是中國的企業 你會收到來自這個 中國的一個文件 文件是什麼呢 欸 劉寶傑 請你查一查 你過去幾年 你是不是有逃漏稅的狀況 叫我自己查 你是不是有這個 有應該報的所得 你沒有報 我們現在給你一個時間 你趕快報 坦白從快 對 那為什麼 這就是要求你繳稅的意思嘛 那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他們在割誰的韭菜 在割富人的韭菜 在割企業的韭菜 那為什麼呢 當然要準備糧草嘛 萬一真的川普當選的時候 中國要更多糧草 來應對川普的衝擊